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剑连虽然说已经处于职业生涯的末期了 但是还是想站在国际舞台上面去展现自己的实力 任何一名CBA的球员都想去到国际舞台去展现自己的一个实力 但一剑连也不例外 一剑连在这个休赛期间去了美国升赵 那回来之后的确是有一定的提升 通过本赛街一剑连的手感还是非常好的 在外线的三分球命中力还是有所提高 甚至说在球场上的强跳能力 打到里面的确是有一点点困难 但是一剑连的对抗性还是非常强的 如果他去到国家队 其实比一些年轻的球员还会更加有优势 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郭艾伦 一剑连能够再一次回到国家队 如果回到国家队跟周期联手 那中国男男也有望在这次的市井赛中拿到很好的成绩 因为周期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如果能够回归球队 这对于他个人来说也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我们也期待新一轮的市井赛 一剑连能够跟随着中国男男去备葬 为接下来的比赛做好充分的准备 好了朋友们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点击关注 还有朋友们一定要长按点赞 一直按点赞可以把我这边的视频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看到 好了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上 好了朋友们拜拜